長照法也可以來做 圓民會主委立法院台上備詢 幕僚台下很忙 手機通訊軟體群組回報大雨災害狀況 訊息傳來提醒聲很有台位 是台北樹蛙的叫聲 還有可愛貼圖 這是林權內閣使用的通訊軟體 台灣自行開發的糾科 看準的是資安背後整合的一套防炸系統 公研院科研示範點進奇歸網頁 數字跟英文看起來很普通 其實隱藏木馬程式 手機開始掃讀 跳出警示 甚至直接清除有毒程式 包括詐騙電話來也能判斷 我們是有跟刑事假局 這邊的防詐騙專線合作 也就是說透過糾科 如果我們收到一些 有詐騙嫌疑的電話來電 我們會提醒說 這是一通詐騙的電話 張善政擔任隔魁時代 已發現LINE主機設在韓國 有資安風險 改採工研院開發的糾科 要進入對話必須同時 輸入手機跟驗證碼 比起LINE用ID登入 多了一層把關機制 而LINE純粹是網路電話 糾科則可以打國外桌機跟手機 方便官員跟國外政策交流推動 它是本土的業者研發了 所以可以把一些資料 存在我們的國家的範圍裡面 相對來說是比較 對我們來說是比較保障 國家機密最怕全都LOW 行政團隊保密防碟 全面跟LINE說Bye Bye 該用MIT的比較安心 記得張正如週一的台北報導 menu 至少 言